HELLO 大家好我是暴力 创立这个YouTube频道将近五年的时间 那这一集将会是我两个的第一次 包括是第一次跟 Samson的合作 也是我第一次用国语来拍摄评测的影片 如果你是第一次收看暴力的频道 而你本身又很喜欢看一些 可以让你好好生活的好产品 科技产品 相机镜头的评测 以及一些街拍的记录 或许是一个香港人 在台湾的生活记录影片的话 那欢迎你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然后记得旁边的钟载 抱抱力的给我按下去 那我有新影片的发布 你才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的 那我们今天要试用以及分享的 就是Samsung最新推出的 小型投影机The Freestyle 那我在这个影片里面 会把我所有觉得的优缺点 都分享给大家 因为我相信这个世界上面 应该不会有绝对完美的产品才对吧 对不对 不然厂商就自讨没趣啦 对不对 那其实这个产品在CS公布的时候 我就对它非常的期待 以及非常想要使用 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 会用投影机放到我的床头 投到前面白墙100寸来爽的人 这个The Freestyle 真正就可以完美解决 以往我使用所有投影机的各种痛点 如果你最近想要找 第一个第一个在家里 或许是在演影使用 同时你会对外形 操作简便度 以及设计的细节有要求的话 你很有可能会守不住你的钱包啊 那废话不多说 根据暴力的传统 首先跟大家一起开箱吧 马上跟大家一起开箱吧 掀开它的外盒之后 首先我们会看到一个配件的小纸盒 首先会看到一个原厂的快速USB的充电头 再来就是双头的USB Type-C的充电线 那有一头是L型的 然后一些小文件 然后就到我们今天的主角 The FreeStyle的本尊了 果然是三星的产品啊 设计的非常有质感 再来是遥控器的部分 这遥控器的设计也非常的好 因为在上面会有快捷键 可以马上按一个键 就可以用Netflix或是Disney Plus 等等的功能 本身也可以用USB来充电 那我们今天开箱的部分呢 就是这样啦 我习惯会先从外观开始评测 再到它的内在 因为我是一个外观主义者 就是说如果外观好看的话 基本上80分拿到的人 那我现在拿到的这个是白色 那机身的外壳是使用 可以更换的雾面软塑胶的材质 所以看起来你会觉得非常的有质感 而它在上下方的变框 也稍微做出了一个突出的设计 有效保护机身的重要地方 这个是一个非常细的细节 我告诉你 因为我看了很多国外的大神明评测 他们都没有留意到这个点 但是这个绝对会是一个加分的点 另外其实它有三个不同的颜色保护套 你可以更换的 因为毕竟大家看嘛 它是白色又是雾面的软胶材质 所以它本身就会比较容易脏 所以如果可以更换的话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小细节 Dr. Freestyle的散热位置 你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来 它是设计在机身的外围 而不像其他投影机这样子 是放在它的屁股放在它后面 那所有的插线的位置也都一目了然 它就是设计在它的侧面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设计 因为加上它底座的部分 使用了一个金属圆盘设计 本身就非常牢固了 也可以再做一个多角度的调整 变成说就算我今天把Feedstyle 放在我的床上 头发画面到我的天花板上面 耍废 追剧 都不用担心说任何的散热问题 或是说它的线口都在后面 而做成不能投影到天花板的各种问题 它都解决了 那如果各位有留意到 它其实还有一个小细节 它就是这个USB Type-C的插口的位置 这边它还有一个收线器 可以帮你更有条理的 把电源先收好 以达到一个最整洁的使用体验 那这都是一个品牌 有在使用者的角度出发的一个证明 OK 很有细节的证明 那它整体的重量只有0.8kg 所以如果你要带去演音 它都不会是一个负担 好那外观我们差不多了 来聊聊它的内在吧 我们先来试试看以及试听一下 这个这么小巧的投影机 它投放到100寸的深化表现是如何吧 怎么样 有被爽到了吧 但是先不要急着下单 OK先听我说完 投影机它最重要的就是它的灯头 The Freestyle是一个1080P高画质的LED投影机 它本身的亮度是550LED的流明 老实说它并不适合在大白天的时候在户外使用 也不适合在家里亮着大顶灯来使用 因为550LED流明本身就代表说 它主要是让你在黑暗的环境里面去使用 像我这样子把它放在睡房 早上拉起窗帘以及晚上来使用 都有极佳的观看使用体验 那如果是白天打开窗帘使用或者是打开顶灯 也不是不行 不是不能用 但是效果一定绝对会比全暗的环境差非常非常的多 这个都是一些小型投影机会有的一些共同的问题 就是说你不能要求它同时又小又轻 然后又要很亮 ok 画质的部分我觉得是非常的棒 大家现在看到的画面就是我在睡房的白墙上面投到100寸的画面 不管是它的颜色的饱和度 锐利度 对比度都非常的触色 加上它本身会支援HDR10 那所以如果你今天看一些HDR的影片会更有感觉 如果说你不需要投放到100寸那么大的话 其实在0.8公尺的距离上面 它投影的尺寸也可以达到30寸 在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画面会更加明亮更加的好看 因为月短的投影距离所投放出来的画面本身就会比较亮比较锐利的 那所以大家可以依照你个人的需求来调整它的距离以及大小 另外一个小型投影机呢 它最重要的功能就是T型校正 也就是今天如果你把投影机摆侧边一点的话 它可以把画面校正成一个正常的角度 我大大小小都测试过超过10个投影机呢 那大部分的T型校正它都必须要用那个手动来操作的 就算你今天可以自动校正也不会太准 不然就是它的运算时间会久一点点 但是The Freestyle不单单是拥有这个自动T型校正的功能 它还是一个非常的快速以及准确的T型校正 你看我现在随意变化它的摆放位置 头左头右头上头下 它都马上就可以校正好它的角度了 这个就真的像它的名字一样 Freestyle 那当然有时候还是有可能会稍微有一点点偏差 但是只要用一点点的手动校正它就已经OK了 算是我用过最简单最易用最直觉的一个T型校正了 除此之外它还可以束放它的投影画面 而且这个很厉害 还可以上下左右移动它这个画面 这个真的是超级无敌实用 像我这样子我右边有放一个Email架 那我可以缩小以及往左边移动一点点来避开 投影到我的Email架上面的这个问题 这真的是太厉害了 它卖28,900是真的很有道理 这些所有看起来是小小的功能 但是你用起来真的会有大大的感觉 当然自动对焦这些功能一定会有的 要注意的是 如果你像我这样摆放的位置会比较侧面一点的话 它的自动对焦有可能边边的位置会不太准确 那我个人是会再用那个手动的微调 确保那个焦点都对 我才会继续使用 那它还有一个是智慧画面调校的功能 那搭配SmartThings的应用程式 可以根据墙面的颜色来诱化颜色 比如说家里的墙面它并不是白色 不是纯白色 你就可以透过这个功能 来自动调整成一个更好的投影色彩 但是因为我家的都是白墙 所以我就没办法测试给大家看了 第二个小型投影机非常重要的功能 就是它内建的系统 是否容易用 而且是否实用 The Freestyle 是那一搭Samsung自家的系统 Tyson OS 所以可以下载非常非常多的APP 当中最重最最最最最最最重要的是 它是目前台湾 以及香港小数资源 Netflix正版授权的认真投影机 我用过的众多投影机当中 目前真的只有我这个手上的The Freestyle 是有支援到Netflix的正版授权 因为你要支援Netflix正版的授权 你才不会明明看的是HDL 但是又没有显示HDL等等的问题 它同时也支援YouTube Disney Plus Apple TV等等 而音乐软体的方面也会支援 Katebox 以及Spotify 而Samsung的Smart View 它可以支援苹果的AirPlay 2 Windows的萤幕分享也都OK 所以它是集娱乐以及工作 都可以应付自如的一个投影机 对啦 香港的观众朋友可以同时也 可以支援ViuTV的APP的 往Viu 藍Viu都OK的 那有些观众可能会问 欸暴力你明明说它是可以带去眼影使用的 但它并没有内置的电池啊 那是要怎么带啊 重点来了 现在一直到2022年的7月31号前 你在台湾购买的Freestyle 都可以线上登记送原厂的外置电池的底座 那你的眼影投影方法就可以完美解决了OK 那香港的观众呢 没送的 但你都可以买一个支援Pedify充 和Support这个50V的行动电源 给它留袋供电的OK 那它要价是台币的28,900元 港币的7,999元的投影机 你说它便宜吗 我会说它绝对不是便宜的小型投影机 但是它绝对绝对值得这个价格 因为你今天买的不只是一个可以看电影的投影机 你还花钱买了Samsung细心的设计 买了一个最小30寸 最大可以投影到100寸的荧幕的一个小型投影机 也买了Samsung的Tyson OS 也买了一个非常出色的使用者的感受 也买了一个真的可以随性随意投影到前面 天花板的一个投影机 这些所有的因素加起来 我会说它值得这个价格 那我会在下面放入更多的产品的连结 以及MOMO的购买连结 那大家有需要的话 就可以多多去看一下了解一下 最后大家记得要理性消费 有需要再购买 今天就是那么多了 如果大家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记得要点赞以及分享 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那然后帮我爆爆力的按一下 我旁边那个小铃铛 干嘛中仔 并且要把所有的通知设定为全部 那你将会收到我所有最新影片的发布 顺便也可以关注一下 我的Instagram和Instagram上面也会有很多不同的新的产品 我会首先通过限时动态方式跟大家分享 也会有一些我在台北的街拍记录 也会通过我的Instagram跟大家分享的 好了今天就是那么多了 这是我第一次跟Sam 终于来做 也是我第一次用国语来跟大家分享评测的影片 希望大家会喜欢 希望大家会订阅 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 拜拜